你好,我是小花,欢迎回来我的频道 我们的新剑虾世界3将在5月19号正式上线了 所以呢,小花特别整理了一些关于我们的新手必须知道的必刊特项 还有学会特殊的这几周 可以让你事半功倍的婉转心服 冲在所有人的最前列哦 好的,在我们的开服前三天呢 我特别整理一些相关跟游戏有关的一些细节 希望各位少侠呢,可以快速的吃饮剑虾的珊瑚哦 在心服中事半功倍的进行升级成长 下面给大家来整理了4点关于我们的升级攻略的部分 一个是常规升级 首先我们从常规升级来说 第一天在进入游戏当中呢 我们就开始做主线任务 到了9级就可以升级家族 17级主线任务会断脑 把支线跟教学任务做完 到19级继续做主线任务 我们的这个主线任务呢 会实际在我们的左边 我这边是已经完全做完的 还有些支线任务还没有做完呢 大家只要看到支线任务 照他的指示去做就可以了 非常简单理解 这个完整的做完主线任务加支线任务 如果是连续做的话 大约不要半小时就可以做完 到达25级的时候 我会结束所有的主线任务跟支线任务 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看那个世界组队了 当然大家记得要喝酒 关于世界组队的部分是有野外修炼 我们要找有沟火的地方 那至于这个修炼单的部分 一天只能使用一次 这个呢 在我们如果有买月卡跟主卡的玩家 他会额外赠送 还有每天能修炼增加多少经验 会写在这里 有看到吗 然后我们喝酒的部分 是只要我们有做美丽的活跃 就有非常多的酒 那我们的记得去挂街的时候 最好是四个人 因为四个人真的会比较快 还要自己调整一下我们的 我们的技能的位置 就比如说是溢水到25级之后 它会有这个我们的穴位的部分 就是我们的齐穴一跟齐穴二 你要换一下 不用带奶的部分 那输出就好了 然后记得这个第一天要喝酒 加用祝福食 祝福食就是这一个 祝福食是用翠玉来购买的 我们翠玉跟元宝的厨子方式是不一样 它有限购 每天限购多少个就是翠玉的部分 但是我们一天上线 其实一般挂机只有七个小时左右 最多会 如果你有时间的话 可能挂更久 但它给的经验呢 还是不错的 我第一天挂机的时候 在只开一点点 只开一个小时的情况下 我升到的是28级 好了 第二天的时候呢 我们上线要记得领取离线经验 离线经验是在我们的福利当中 来这是离线经验的部分 离线经验呢 然后组队做一条的日常活动 一条活动打完的时候都会有勾火 就是有烤火是有经验的 所以我们组队的时候 大家一般都会想要求说 你是有带这个喝酒的 然后你是有带我们的福袋啊 就是我们的挂机福袋的活动 这个地方一定要注意啊 还有烤火也是有经验的 当你这个修炼 哪怕你不是月卡周卡的玩家 这个修炼结束之后呢 只要有喝酒也会有经验 就是我在第二天挂机的时候 完全没有做任何的任务 我只是想说挂机有没有经验 我的那个剩余修炼机也已经结束了嘛 可是我挂机还是升了一级 只是挂的时间比较长啊 好到我们的这个第三天跟第四天呢 做的时间还是一样 常规的日常挂机 就做完一条龙 因为这个时候升级开始变满了 那我们到第五天号呢 上线后 39集满经验的 不要领取离线经验 等我们存了24个小时的离线经验之后呢 再开40集之后再影响 再领取我们的离线经验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每一集在离线的时候 领取的这个经验是不一样的 因为39到40这个跨度非常的大 那如果你在39领的话呢 后面还要经过很长的努力 所以到39集的各位兽 想要记得离线经验等 攒够24个小时再来升级 开40集之后呢 就会被比别的兽霞 冲得更前面经验就更多了 好到第六天 上线领取高级离线经验 再把一天有一条穷做完 可以挂45集的福袋 前三天如果挂45的福袋 出的密集价值会比较高 所谓的挂福袋的部分 就是我们在挂机的时候 点一下修炼 我们在挂机的时候呢 有机会掉落这个福袋 这个福袋有机会看到很多修炼 就是提升我们这个战力的部分 相对应的一些奖励 这个就看脸了 好我们来讲下第二个部分 再关于战力提升的部分 关于装备 我们开福袋呢 有概率掉落我们的这个装备 每天挂满福袋的话 就不会缺橙色的装备 所谓的橙色装备还是有分接的 橙色装备有分接 我想这个是八截的部分 因为是等级比较高的状态 好如果不挂福袋呢 装备就会掉队 所以呢我们大家记得 每天这个还是要挂 在你的电脑允许的情况下 因为我们有PC客户端 其实那个我们的 GEN3它对于电脑的配置要求 还蛮低的 我挂了这么多天 包括我有开其他的游戏 其实都不会太卡克 就是小小小小的 就是占用的一点点CPU的部分 所以呢大家还是建议挂机 在能挂的情况下 不无小不 虽然负担它的时间是有限的 大家的金钱也是有限的 但是呢我们通过这样的挂机 我们的装备不会少 好强化的部分来说一下 装备强化的部分 这个游戏的强化部分很特别 它的强化呢是就是 它会帮你宣具你的材料 来帮你强化 那我们强化的部分 大家要平均来强化 我们之前有很多游戏 可能是你想说 哎呦这个武器我要强得很高 那个武器要强得很高 大家记得我们强化的部分 是要平均强化 平均强化呢以5级为单位 整套时间装备一起强化 激活强化平级 加的战力带于单件装备的提升 那我们第二天至少 全套装备强化是加20 好我们到了 第一个来讲一下冰破的部分 我们能装冰破就装 如果不能装就摆摊卖掉 在第二天的时候呢 我们的摆摊会大量的上架冰破 那只有四个部位的冰破比较贵 我们现在看一下摆摊 对这是冰破 好只有四个部位冰破比较贵 一个是方圆戒 这是戒指的部分 方圆戒 然后我们的中天碗 中天碗这个 然后我们的护碗 夜行带 下一个是夜行带的部分 夜行带 好我们这三个的部位呢 在那个 新区的大概价钱是100到120岁玉 那阴私链是60到80岁玉 这个大家后来再好好来了解一下 我们只是给大家最简单的提示 好我们其他部位统一都是30岁玉 就是它有的有的比较贵 那肯定比较贵啊 大家想要升武器什么之类的 所以大家特别注意啊 那三个绿色可以合成一个蓝色的冰破 以此类推啊 那第三天想要上榜的话呢 我们这个排行榜的活动跟战力有关 至少有一套蓝色的冰破 各位大佬玩家 这边就要特别注意要提前去准备了 到第六天升到40级 可以合成紫色的四级冰破 好三个绿色合成一个蓝色 三个蓝色合成一个我们的紫色 三个紫色合成一个红色 来做一下记录啊 好五尊的部分呢 我们五个碎片呢 可以合成一个对应位置一级的五尊冰破 一个就可以提升2000的整理了 这个要升起来真的很耗费我们的这个 我们的冰破啊 所以大家特别要注意 好了我们再来是护法的部分来说一下 护法的部分其实我有测试抽过 我们就真的好看脸哦 就是我抽了半天才抽到两个SS 还有一个是松的 好我们冰破的部分它有分这个 我们的护法的部分分 银梁招募跟元宝招募啊 我们元宝处只是算雷处了 你买月卡的钱也是算雷处啊 这边要特别指导一下 抽不到橙色的护法可以先用紫色的啊 紫色的护法呢只需要培养 樱桶 悬照跟灵指 来说一下啊 我们这个灵指是我们在完成大侠路的时候 它会松啊 好这是我们的灵指 樱桶 看到吗这是樱桶 还有一个是我们的悬照 我看我有抽到悬照吗 悬 悬 悬 好的 没有 你看这个多难抽啊 我这样 我不喜欢看斗花 看这个这个很看的呀 你看 抽到了抽到了抽到了 哎呦 谢谢您啊 哎呦抽到了抽到了 然后就是我们的悬照 我这三个来 如果一个都没有出的话呢 就优先使用高品质的护法 哎高品质的护法应该离指了 就是就是紫色的 就比较高在上面的哦 好选择对自己有属性的护法 护主技能带攻击力量 就可以直接用了 其他抽到想要的 可以直接用增援单跟洗水单来培养 好这是我们使用的 它这个升级是增援单 看这培养 培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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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这个是技能是另外抽取的部分 下面来说一下装备 血链的部分呢 这个游戏我觉得最特别的 就是装备血链的部分了 因为这个我已经全部洗上去了 当你有掉两把相同的装备的时候 我们不是有附加属性吗 你只要点击血链 然后选择这个属性 然后打进去就可以了 因为我像属性都是打满的 所以没办法被替换了 大家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 就是它低的不能换高的 高的才能换低的 然后右边选一条 左边选一条 这个是没有一键的 所以按起来其实有点麻烦 但是时间花了比较久 也能选择自己相应的属性 所以提升属性没有关系 你就是换你就是升级的话呢 也可以换新的我们的这个属性 所以慢慢来就好了 不管是什么品质 我们先把六条属性都洗满 就记得把这个六条属性 全部洗满灌 它是什么 我们到后期才能去选择属性 前期是没有办法选择的 好我们来说一下秘籍的部分 秘籍的部分 输出职业可以选择天山六阳掌 紫霞神功 太玄金 和洛英神剑掌 二选一 防御职业用太玄金 洗水金 凌波微波 系统会送的香药油和洗水金 输出职业一定不要给材料 因为它是系统送的 这个应该很好理解吧 好这是秘籍的部分 这个我现在还目前还没有 要去秘籍商店 好这是大家说的仪式的这个部分 这个每周这个都要买 要送金正常所以大家就要参加 好这个秘籍的部分呢 对我还没有 看到没有这个 我们的洛英神剑掌 没有 这是靠活动来获得的 还有包括这些有看到吗 对这是详识的部分 这个后面大家在详细举控 就做一个提示 那日常活动在千基楼呢 会有概率 会给飘渺凭证 买秘籍用的 飘渺凭证 这是逍遥游 这飘渺凭证 哪一个是飘渺凭证呢 这个我还没有打到这么细啊 因为太后面了 好这是做一下提示就好了 下面来说一下 坐骑祝魂的部分啊 好坐骑的部分 我们来说一下啊 这个是 不管你喜欢哪个坐骑都可以啊 如果你不打算买坐骑的话呢 我们就直接去 就住回我们的大选 我们在主线任务做到的时候 就会送你一个坐骑了 从第五天开始呢 站立的拉开差距是 橙色座骑祝魂三世纪 好的 橙色座骑祝魂三世纪 看到了吗 我们可以通过身心 来提升它的品鉴 还有装备啊 好 那头衔的提升呢 白礼令的部分呢 我们的这个头衔是白礼令 也可以在家族活动中获得 我们的白礼令的部分呢 就是从40集之后 挂福袋也会产出 不一定要通过拍卖 因为我们这个没有参加这个家族的活动 所以没有这个升头线的 这个慢慢只要存就可以了 通常在不花钱的任何的白票的小伙伴 你们都可以升到这期 好来说一下关于这个资源的获取的部分呢 首先就是官方给的我们的福利领取的兑换码 我们的福利的领取兑换码 我之前找了有点久 其实应该蛮好理解 可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可以找这么久 我突然间又找不到了 有点好笑 好了这个福利领取的方式在其他福利 使用官方的这个兑换码 可以获得寄货码 在这里领取在福利的其他福利当中 这让大家关注我们的FB 就是我们的新建设世界3的FB 还包括庆幸福的活动福利 还包括左上角的变强 我们这些左上角变强也会有福利 对他会有给相应的福利 当他有提示的时候 大家记得去领取就好了 还有起身格的周限购的奖励 周限购优先购买绿玄金 就这一个 优先购买绿玄金 其他材料一周内买完即可 就是这些限购的部分 在你能买的情况下 就要限购的部分了 把能买全部买完 对把这些能限购全部买完 这都是要用的 好就是买完就可以了 那多蹭分红 多蹭分红 多蹭分红就跟我们的这个 活跃度有关系 大家只要参加我们的帮派 中午12点30到中午12点45 晚上的7点30到7点45 所有的活动就能分红 还要包括9点半的三才首领 这个都是可以无脑挂局参加的 这分红是150元宝到500元宝 所以哪怕是白派的玩家 你都可以完成了 好来说一下 冲之类的部分 冲之类的部分 月卡使用祝福时 会有福带的掉落 我们就说过这个福带的部分 它会送啊 每天都会送 所以月卡是必不可笑的 这个月卡 看到了吗 它这个 它会给这些东西 月卡跟周卡是必不可笑 这两个同时买500块油罩啦 然后我们还买占领的部分 加起来1000块油罩 这是必买的部分 大家不要忘记了 像玩这个类型的游戏呢 就是不停的提示大家 因为很多人忘记 我每天都在说 说到我头颜痛啊 好 关于这个除此的部分呢 还有这个累冲部分 是有相应的奖励的 好 关于除此的部分呢 在累冲的部分 是有相应的奖励的 好 我们的累冲的部分呢 在这里 它可以去购买哦 性价比是非常非常高的 所以累冲里面的奖励 记得这个右边 这个全部都要买 好 在翠鱼商城的限购当中 我们来看一下商城 在翠鱼商城的限购当中呢 这个有冲榜需要的 就冲榜 什么叫冲榜 冲排行榜 对不对 这很好理解吧 有冲榜需要大家 记得要买啊 好 我们的游戏分三种货别 一个是银两 一个是我们的翠鱼 一个是元宝 它有不同的商城 这边要分清楚哦 不然你会发现 啊 我买了好多元宝 嘿 我买不起翠鱼深层哦 冲榜的各位大佬 翠鱼是必买的 要多买一些 好 日常会给我们的天机宝箱 那我们就要买这个天机 钥匙来购买它 来开放它哦 元宝是买不到的 是通过我们的翠鱼宝箱 这是黄金宝箱的部分哦 翠鱼宝箱是这个 三级 好 我错了 我没参加活动嘛 啊好好 我把宝箱都开完了 你们自己再开吧 我没办法了 好 日常的天机宝箱 买钥匙开启 可以获得元宝跟冰魄 然后提升我们的战力部分 好 这边跟大家提醒关于是我们的这个活动的提醒啊 首先我们来看到的这个提醒的部分是关于我们的 心服开服了 对这是新消息看错了 心服开服会有心服的活动 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上线这个活动哦 这个活动还没有上线 大家还是要特别注意 关于庆典活动 有江湖意识 极字城景 锦衣会卷 每天都要做完 我们开服之后大家就能看到了 极字城景呢 缺字可以在世界跟人交换 包括极字城景呢 我们可以有机会抽到iPhone13呢 AirPod还有Gogoro 所以大家也要记得去完成哦 好 送金战场的部分呢 大家记得一定要参加 送金战场的部分 他们有很美国时短哦 因为我那天拍了个影片哦 时短稿在晚上 送金战场每天上午的11点50分 下午的16点30分 晚上的20点30分 以及晚上的22点都会开启半个小时 每周记得打满2万的功需 然后功需是用来兑换仪式的章节啊 我们可以升级藏经格的唯一途径 每天大家选择参加其中的一场 就可以有10的活跃度 你要选择好时间就可以了 好 来说一下野外的精英 那每天上午的10点 下午的2点 6点 晚上的10点半会刷新 每天有14的奖励 一定要打完它 所以大家记得可以组队 野外精英在挂机的时候 就可以打完了 这个其实还蛮容易打到的 我们通常挂机 如果选择特定的时间 挂在那里就能打完 当然我觉得还是要组队 快速打完它比较好 毕竟精英分为不同的品质啊 我们优先打高品质的 尽量打金色和紫色的 一定要组队 有发现吗 虽然挂机有机会打完 但是品质还是有差啊 队伍的伤害排名越高 奖励越好 那野外精英决定了家族的威望 就是家族的排名啊 如果家族想要冲排行榜的话 每日家族成员都要打满10次 是必须的 家族的排名是根据威望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威望的部分 对看到吗 根据威望的部分 好了我们的26集呢 会开放我们的心境 心境在我们的左三角角色当中 心境开放后 每周五个任务一定要做完 就点这个 然后点 错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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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要下去 我不要下去 好 点心境的部分呢 后还会有任务需要做完 在这边每周有五个任务 我们要把它做完 尤其是做最高的啊 然后成心卷 送给同一个民事就可以了 属性加成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只要选择 同一个人送他明心卷就好了 大家也要记得我们的这个需要激活 延长七天 行进商店 每次只每天只能买一次 如果你不做任务 怎么可以延长它呢 这个跟活跃度非常有相关 它不是说你花钱就可以买到 这个设计非常的特别 好了 我们的下一个是来关到 关于家族活动部分 家族活动呢 我们在别的影片 有跟大家分享过 关于家族活动是每天的 7点30到9点30之间 晚上的19点30分到21点30分的时段呢 打完冥想讲武 三餐首领家族拍卖 结束会有分红哦 这种有元宝的分红的家族活动 尽可能都要参加一下 什么叫尽可能 是必须要参加好吗 怎么可能不参加呢 这是必须要参加的好吗 好再说一下白虎堂 白虎堂开启击杀模式的时候 不要落单 和家族人一同抱团 听从指挥 争取六套最后一层 其实白虎堂这个活动 我之前有进去过 然后因为 就是乱玩 还有因为就是小 然后就是小账号的情况下 所以很乱啊 就是这个看到吗 这个 它其实进去的话 其实我是乱打啦 好了以上的内容 就是关于我们的一些 就是新手对于开服的各位新手 下起来的初期建议了 就是如果你有觉得 你有别的新的 就提供参考的话 也可以作为参考啦 我说的还是会有一些 披露的部分 如果你想要补充 也可以补充啊 好了以上的部分 就是关于我们的新手开服中 怎么样玩转新服 然后快速成长的一些小提示 希望对你有帮助 如果你觉得我影片 对你有帮助的话 可以帮我订阅分享 按在这吧 并且开启小铃铛 那么我们下个影片 再见啦